江苏女排三大国手缺席,以0比3惨败泰国孔吴源氏巨杯。 北京时间7月11日,2018年女排亚巨杯在哈萨克斯坦打响,上赛季联赛亚军江苏女排代表中国出战。 小组赛首轮,中国队迎来泰国联赛冠军春母李至尊女排,队内三大国手张长宁,龚翔宇,刁林宇因吉逊缺席,最终中国女排以0-3,20-25,22-25,11-25,不敌实力强大的泰国女排,吴源开门红。 从阵容上来看,本场比赛江苏女排派出主攻许若亚和杨文锦,副公王陈岳和周新义,接应队员吴寒,二创容万千百,自由人赃倩倩。 队内三大国手张长宁,龚翔宇和刁林宇因参加国家队集训缺席本次比赛。 而泰国女排队中涌现众多泰国国手,包括努特萨拉、维拉万、普莱姆七特、阿耶查拉鹏、皮亚努克、查楚昂等球员,双方实力差距过大。 刚开局,江苏女排就暴露了一场漏洞,面对泰国女排的多变发球,江苏女排显得难以招架。 另外荣万千百与副公手配合不当,队员之间并没能联动起来,导致泰国女排抓住机会,连连得分。 最终,江苏女排以20-25输掉首局。 第二局,江苏女排经过调整后状态回升,以9-6领先对手,但没能保持优势,随后被对手一番攻击之后连连丢分。 江苏女排的队员偏轻,缺少丰富的作战经验,因此如何保持优势对他们来说比较困难。 在家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主攻手,所以江苏女排以22-25不敌泰国女排,再丢一局。 第三局,江苏女排信心受挫,队员们状态不集中,导致失误频发,最终以11-25大比分惨败,泰国女排以总比分3-0赢下这场比赛。 赛后技术统计中,江苏女排进攻26-45大比分落后,篮网5-7落后,发球2-9落后。 泰国女排在各个环节碾压江苏女排,相信这支年轻球队也收获不少。 只是以目前的阵容来看孔男夺冠,还是希望江苏女排能够总结经验,卷土重来,争取能获得参加是具备的资格。